韓國主席在選前30天訪中會不會覺得時機有點離開 他好像是大陸的台商會現在正在交接會長 在換屆台商也是要選他們自己的會黨 那我去查了一下他到成都也是台商在換屆 中華國民黨一向關心台商 那民進黨是對台商不文不問 只希望台商多賺一點錢回台灣 我們去年賺了大陸1600億美金 但是這麼多錢 但是民進黨對台商做了什麼 服務了什麼 台商有問題民進黨有幫他們解決嗎 台商假如說因為這個法律問題被抓被關 台商有去這個民進黨有去看望過他們嗎 所以我覺得夏立妍這位時間 剛好他們這時候換屆啊 那換屆的時候你不去 你等到換屆以後再去不是很奇怪嗎 所以我是覺得說他去 而且他並不是跟官方去接觸 他去的都是台商的所在地 幾個地方 因為台商都在換屆 所以我覺得也不必大驚小怪 就正常的交流嘛 假如真的要搞什麼秘密動作 那也不需要這樣公開的 然後去一個台商一個台商的所在地去拜訪 我覺得沒有什麼好隱瞞的 我覺得該做的事就做吧 也不能因此就不理台商嘛